当地时间5月10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东京下榻饭店 会见日本参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约进程的日方代表人士及亲属 李克强表示 40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 做出战略决断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首次以法律形式 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 确立了中日世代友好和平共处的大方向 40年后的今天 双方继续以条约为引领 拿出更大决心付出更大努力 共同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并取得新的发展 李克强指出 近些年中日关系发展的历程证明 只有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 两国关系才能稳定发展 希望你们继续关心和支持中日友好 为两国关系再起航行稳致远 做出新贡献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前众议院议长何也杨平等 二十余人参加会见 一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